各位春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非常高兴2023年的4月28号 星期五我们在空中见面了 太阳车上来新闻端出来 算段时间4月的最后一期节目 当然对大家来说 这个今年从年头到现在 这个世界变化真的是瞬息万变 那当然到了周五 想跟各位来谈谈的是 在过去这一周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跟乌克兰的总统 泽连斯基的通话 但是我想在过去 这个来说 这个两个人的通话 大家是期待已久 在4月初马克龙访华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都期待 快点跟泽连斯基通个电话 那俄乌能上谈判桌 但是好事多磨 就在周三的下午 北京时间的下午 双方通了电话 谈了一个多钟头 那重点大家大概都知道 基本上非常的和谐 那这个中国跟乌克兰的领导人的通话 看得出来基本上乌克兰这边 是跟着中国的脚步在走 对于中国 譬如说在整个俄乌冲突当中 没有谴责俄罗斯 没有帮助乌克兰 什么武器什么这些都没有提 那对于这个双方谈到的就是关于 这种所谓的劝和促谈 这个等于乌方一直要求 因为中方讲说这一次的通话是应约 习近平是应约 应约就是人家约我 那我就应约去赋宴的意思 那赋约了 那当然呢 这个看得出来这个谈得很好 那当然呢 这个中国领导人跟这个 泽连斯基的这番通话之后 大概最焦虑的就是住在 那个白色房屋里面的那个大哥 昨天才讲他 那当然呢 这个今天呢 还要再谈到一个就是 他现在正在伤脑筋啊 抓头皮啊 把那两个大徒弟啊都找来了 说这一下怎么办 因为说实在话 当习近平抵达莫斯科访问的时候 那我相信啊 这个住白色房子的这批人啊 已经把这个泽连斯基工作做得很 很到位了啦 甚至还不放心啊 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啊 亲自跑一趟 对不对 去这个基辅 把这个泽连斯基啊 给安抚一下 因为到基辅就要安抚嘛 对不对 这比较符合啊 这个原则 不到基辅就不需要安抚 好 那当然呢 这个安抚了有没有用 没用嘛 就没有用嘛 因为实际上现在啊 美国一直鼓励啊 泽连斯基啊 来玩个大的 春季反攻 对不对 那我们曾经讲过 那个美国副国务卿啊 纽兰 他就在等 这场春季反攻啊 甚至还鼓励啊 泽连斯基啊 你把克里米亚 干脆都收回来 这个全部都拿回来啊 把俄罗斯全部赶走 对不对 那当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实际上各位都知道 不是那么回事啊 因为这个这个现在来说呢 就就已经有传言说下个礼拜二 5月2号啊 这个乌克兰就要发动了啊 就要出动了啊 要开打了 但是我想中方也有情报 在这个周三的会谈中啊 中方应该这个没有公布啊 但是应该告诉这个泽连斯基啊 千万不要去做 因为这个核战争啊 习近平里面讲得很清楚 核动核武的话 没有赢家 没有赢家 言下之意 你如果真的要玩大 对不对 豁出去要打了 怎么都没完没了啊 这个因为后面的这个美国 跟北约的这个援助会 源源不绝就来嘛 那这个到最后就是要动武啊 对不对 核武啊 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场战争非常的清楚啊 实际上呢 他各位看啊 从这个去年初到现在 14个月 每当乌军啊 这个在比较情况不好的时候 这个援助的武器就升级一档 对不对 把原来的劣势呢 给扳回 对不对 打着打着 武军又掠了啊 这个又没有站到上风 这个武器又更先进 又又扳回来 所以你看最早给什么刺针标枪 现在还有没有给 没给啊 对不对 现在要的是坦克车 大炮已经都给了啊 要坦克车 装甲育民车 甚至还要战斗机 对不对 这个就是 他这个不是折联士 应折联士机要求啊 是应该讲说是美国跟北约在看 这个局势 不在不断的在后面给加码 加码 然后这个天平啊 始终是对乌克兰有利 对不对 俄罗斯只要怎么样 我们就加码 加码 加码 所以这场战争啊 你不能说它是一场军事战争 基本上在战场上的将军啊 他们完全是非常的被动 不是说这些将军不够英勇 不是说这些将军不会调兵潜将 是完全啊 在看后面的这些政客啊 怎么打 政客要你打 要你停 对不对 不给你弹药你就停了 给你弹药 那你就冲得更快 完全看政客 所以这场战争啊 严格来讲 俄乌冲突啊 应该叫一场政治战争 各位说像不像 对不对 不像我们一般来讲打仗 对不对 一定要打个你死我活 最后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但这一次不一样啊 你看这个场战争啊 这个背后啊 这个美国跟北约的影子啊 太强烈了 对不对 差一点都准备站到台前了 虽然躲在幕后啊 那不断的往前面递东西嘛 差点的人都跑出来了啊 好了 那当然呢 这个中国这时候突然 蹦跳出来了 来触合啊 对不对 就是劝和触谈这件事情 那完全不符合剧本啊 这个导演 他们这个住白屋子里面的那些人啊 正在导演出所谓的这个普京下台这部大戏啊 就是怎么样把普京啊搞下台 那基本上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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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人组之外还多了一个纽兰啊 纽兰呢 等于算是编剧啊 另外有导演 副导演啊 什么这些啊 这个大家在那边就啊 要导一个叫做普京下台 那下台的方法 对不对 他们就来一个狠的 要一个大戏啊 战争片 一样的味道啊 就是打 对不对 逼到最后俄罗斯打了 好了 打了以后呢 就耗在这里 因为他们曾经啊 估算过 应该估算过啊 你知道他们这过去14个月啊 这个美国跟北约在武器的援助上 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在打一种消耗战 对不对 你俄罗斯加码 哎 我也加一点 你俄罗斯加两点 哎 我就加两点 你三我三我三你四 哎 就这样玩 玩就就了呢 十年二十年 哎 没问题 最重要 要搞垮普京啊 对不对 搞垮普京这件事情是 这个目标嘛 因为已经很明显很清楚 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站出来 劝何促谈 这个美国理论上是世界老大哥吧 他总该说句公道话 说别打了 可以了啦 对不对 美国的通胀那么严重 欧洲多可怜 物价涨那么多啊 对不对 缺乏那个 廉价的能源什么什么 对不对 看看那个谷物运不出去什么 他应该讲话 没讲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戏的剧本 今天显得是普京下台嘛 这个劝和 这个促和劝台 完全不符合剧本嘛 对不对 等于是演了演了 这个差了 对不对 好 那当然现在呢 这个更看得出来 这场战争啊 实际上 也有可能就是会走到一个比较让人担忧的就是打打谈谈 因为理论上朝鲜战争当初在1950年开打 到了1951年的7月10号双方就开始谈了 第一次谈啊 这个当然呢 这个美国这边是联合联军嘛 多国部队啊 跟朝鲜这边啊 就在排门店 他就开始谈 那是1951年7月10号的事情 谈到什么时候呢 才叫1953年的7月27号 那谈了多久 747天 不是那飞机77啊 谈了747天 那在这中间有没有打 有嘛 还在不停的打嘛 对不对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俄乌和谈啊 就算我们现在不断的努力 中国一直不断的努力 对不对 劝和促谈 但是啊 战场还在打 这边还在谈 对不对 那拖的时间会也很长啊 那实际上当年的朝鲜战争呢 最后为什么会谈了747天之后 就双方停火 因为美国国内压力太大了 不打了 美国不玩了 美国有时候啊 看起来就像那个小孩子半咖咖酒 不跟你玩了 对不对 转头就走啊 没有理由的 不打了 那朝鲜战争就这样不打了 对不对 那就各自回家 大家又回家了啊 好 那那个摊子呢 就丢在那边 那这个看得出来呢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俄乌冲突啊 可能的发展 就是说中国要谈和对不对 现在美国大概阻挡不了 阻挡不了是怎么办呢 可以 谈 但边打边谈啊 对不对 这个你来我往我来 那个谈谈谈不崩了 都不谈了 怎么这边又打打打 那边好 我们再回桌上再谈谈谈 就这样啊 747天各位想想看 那多长的时间啊 多长的时间 耗在谈判上 但战争还是在持续 当然了 这个泽连斯基非常的清楚啊 他自己也颠颠自己的分量 因为理论上来讲 他当这个总统之前啊 他也没什么 什么政治力量 演员出身嘛 就因为演那个总统 演的演的就当了 真的选上了 当了总统啊 那当然这个是 也是 也是西方特别 同意的啊 就找一个呢 没有什么背景的人 简单的讲 就听话的人 对不对 来当总统啊 那之前呢 那些亲俄派 通通走通通走 烦死了 对不对 要找一个啊 亲欧派啊 亲西方派啊 对不对 来听话的 好 这泽连斯基就这样选上了 好了 选上了之后呢 不能否认啊 他当了总统 这个 这个 对不对 这个人不一样了 旁边的这个既得利益者 围上来了啊 他已经啊 形成在乌克兰 有一个 怎么讲 叫做 你是什么 生命共同体也好 还是什么利益 这个共同者啊 也好 当然也不能讲很难听啊 反正呢 他们就是有一股 有股力量在这里 但这件事情很清楚 如果今天 他真的走上谈判桌 背离了西方 就是美国跟北约 的这个立场的话 他的可能下场是 很糟糕啊 原来呢 真的如果打败了 他可能当时都有跟他谈过 如果你今天真的拼到最后 真的不行了 打败了 对不对 流亡政府 没问题 对不对 给你一笔钱 你跑到美国纽约啊 怎么英国伦敦啊 就像当年戴高乐 去英国一样 这个被法西斯纳粹嘛 占领 那当时这个戴高乐 就跑到伦敦 搞了个叫流亡政府啊 流亡政府 也可以 对不对 不缺钱嘛 弄个流亡 养个流亡政府 一年就百八十万 就搞定了 反正你们就那几个人啊 也不用大部队 也没什么老百姓啊 你们就乖乖在这 养的吧 养的那里啊 那哲林斯基大概想 如果打败也大概最坏就那样嘛 但现在不一样 中国出来触合之后啊 这个如果真的打败了 或是啊 和谈了 这个西方一定抛弃他 对不对 一定抛弃他 那当然呢 这个下场可能 也蛮糟糕的啊 那当然呢 这个树倒胡顺散 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一瞬之间呢 这个可能他就垮了嘛 他这个这个 他这个整个这个利益 利益体啊 就要垮掉 那下场很凄惨 所以他知道现在啊 唯有谁能够帮他 保住他 这个位置 中国 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要的是 大家劝和出谈 我已经出面了 中国都说了 对不对 那当然呢 这个也不是啊 中国只是随便说说啊 因为我比较 大 你就要听我的 中国不是这样啊 那当然这个 有一些是 这个猜也猜得到 中国一定会答应他 譬如说战后重建 对不对 中国的企业 回到乌克兰 这个多重要啊 各位要知道 乌克兰战后重建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联合国 Google 4000亿啊 那只是把基础建设 什么道路啊 水管啊 电线啊 什么 回到原样啊 那经济怎么办 要靠中国 要靠中国啊 好 那这一点 有谁能帮他 就中国嘛 中国有这个能力帮他 所以为什么 他愿意冒的 被这个美国跟北约啊 抛弃 他要来这边 因为这边 至少他觉得 对他未来啊 有保障 这个这个东西 本来就很现实啊 这个不可能 这个哲联士机 只是随便一个 这个跟这个习近平啊 没事两个聊天啊 话家长 No 不是 绝对就在这里 因为毕竟来说啊 这个随着局势的发展 和解共存 这四个字啊 慢慢会在欧洲啊 就出现了 对不对 因为俄欧冲突 你怎么打 好了 就算边打边谈 怎么样折腾 到最后能玩多久 五年八年 对不对 也可能不要那么久 也可能更快 啊 真的就解决了 那解决之后 大家是不是很尴尬 俄罗斯 一定还在嘛 对不对 那个普洛街海三小国啊 什么拉托维亚 立陶宛 爱沙尼亚 那另外那边呢 有罗马尼亚 这个保加利亚 还有波兰 对不对 你看那波兰 给飞机 给什么 给的跟真的一样啊 好了 大家都打完了 对不对 都谈完了 谈完了以后 这些国家 怎么跟俄罗斯 去互动啊 不来往啊 准备打到底啊 不可能吗 那个波罗地海三小国 是不可能的啊 那这个中间 波兰还算 大一点 其他的 你当时都唱反调的 那怎么办 那大家就和解共存哦 对不对 脸皮厚厚的 对 把当时啊 这个就推给 哎呀 都是那些西方啊 在大西洋对面的那些人啊 把我骗了 哎呀 折腾了中间 对俄罗斯的经济 产生巨大的影响 各位可要知道 美国在这段期间啊 援助乌克兰275亿美元哦 对不对 那美国的盟友掏了多少 210亿啊 那些你不要看啊 每一个国家去基辅啊 安抚他的时候 都是给钱的 不是说只是露个脸啊 那谁要你来露脸 要你钱啊 就连那个岸田文雄 也带了6000多万去啊 那总共给了多少 485亿 乌克兰啊 就那么一场戏 已经花了485亿 当然对啊 如果把普京拉下台 便宜了 花400多亿 太便宜了 那个颜色革命 都搞了200多亿 那这个搞个四五百亿 把普京就下台 那不是一劳永逸 对不对 但各位想想看啊 不管纽兰 他们这批啊 好战派 怎么想 你把普京拉下台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很难讲啊 权力平衡会失衡啊 会失衡啊 你看那个中亚前阵子 都不太稳定啊 最近秦刚啊 把中亚这些找来开会啊 干嘛 要稳住中亚 中亚要稳啊 中亚稳 中国的边界也稳了 不然中亚不稳 中国的边界就乱了 所以这个地缘政治本来就像 我常讲滑坡 一堆碎石头从滑坡 滑的滑的突然不滑了 你去看一定的什么地方卡住了 权力平衡就这个概念 大家都不动 就没事 你拿一颗石头看看 你一再一拿哗又开始滑 就要出事了 好 那现在呢 这个俄罗斯啊 你真的把他扳倒 你世界会变怎么样 这个谁都不知道 只是因为纽兰这批人啊 他们骨子里就是 就是不喜欢普京了 对不对 当然跟他的 是不是他的主意啊 还有他的这个家庭背景啊 这个有关啊 我们就不深追究啊 但是呢 看得出来这个纽兰啊 是这个其中的代表人物啊 一定 要搞垮 这个普京啊 要搞垮普京 好了 那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拜登 拜登有没有记取教训 因为当年啊 就像越战 美国当初越战的时候啊 肯尼迪啊 说这个红色政权啊 崛起了 美国那时候就说跟越南说 我派大概一万六千个 叫军事顾问团的顾问 去帮你训练军队 对不对 教你怎么打仗 对付越共啊 对不对 红色政权 一定要把他给压制住啊 好 那刚开始是一万六 那是肯尼迪时代 后来换了这个林登约翰逊啊 Johnson啊 那你知道美国军人去了多少 越南五十万 打死多少 五万八 那越战总共呢 这个各国都出兵了 美国那时候拉了一堆人了 总共去了多少人 一百四十万 打死多少人的 三十九万 这个太离谱了 那更不要说越共这边 死伤听说也 大概六十多万 就是一场越南战争啊 美国当时想 我只是啊 帮你训练 然后你去打 但没想到自己啊 栽进去就怎么样 夹着屁股跑啊 越战打到最后 美军真的是狼狈而逃了 跑掉了 居然打不过那个越共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处在你的 这个战争啊 没有一个正义性存在 就连那个士兵啊 他不知道为什么打 对不对 像我们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打仗 我保驾卫国 我把敌人赶走 那个越南 美国大兵去了越南 他发现 这不是我家 对不对 我跑这来帮人家打 打谁呢 打一些这个越共 对不对 又不好对付 就跟不想打 在这种不想打的情况之下 你说这场仗 怎么能赢嘛 对不对 当然我们回头来看 现在的拜登呢 他的智商其实不低啊 那相信呢 比这个当年的 不管是肯尼迪啊 杜鲁门都高啊 为什么呢 因为杜鲁门啊 各位想想看 当年啊 打朝鲜战争 那个当时主帅啊 是麦克阿瑟啊 那你也知道 因为从二战那种 胜利的余威啊 占领东京之后 后来又打朝鲜战争 那个总统讲话 他根本鸟都不鸟啊 但最后没办法 杜鲁门啊 把这个麦克阿瑟 就给撤了 听说没人敢通知他 说总统把你撤职了 要你回国 这个报道 没人敢给啊 最后听说找了一个少尉 去跟麦克阿瑟说 报告 这个总统呢 这个有电文 要你回国 这个就等于是 卸任了 没人敢去啊 你就知道 麦克阿瑟多厉害啊 但没办法 杜鲁门知道 再打下去 这个麦克阿瑟 叫打进中国了 这个美国跟中国 就在要开始一次大战 刚刚打完二战 又来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才不要呢 对不对 好了 那就硬把它给拔了 对不对 他会打 他会打 但你不能不停的打 这个政治嘛 战争跟政治 怎么能分得开呢 好了 那另外再看 当年的这个肯尼黎 肯尼黎 人家在怎么样 古巴飞弹危机 怎么样化解危机 那个就是智慧啊 他没有跟苏联开战哦 但是最终 苏联 等于算是输啦 对不对 双方就 打完了 就这样啊 这个比一下 就过了 过完招 大家就上下 高手就这样 一下就过了 好 那现在呢 就看到拜登啊 有没有至少像杜鲁门 跟那个肯尼黎 那种智商 我觉得一定有啦 有超过 一定有超过 一定有超过很多 那他会不会啊 怎么想方法 让这次俄乌冲突啊 能够改变啊 当然呢 这个因为 因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 你如果这一次啊 譬如说要扳倒 普京嘛 这个剧本这样演 那真的扳不倒的时候 你自己看到 就要被边缘化了 你要出局了 美国要出局了 如果这次俄乌和谈 完全是中国 拉着法国巴西 促成的 没有美国的事啊 美国大西洋联盟 就遥遥欲坠了 欧洲以后 不会离美国了 对不对 因为整个俄乌和谈完了 欧洲又有便宜的能源 可以恢复经济的时候 我干嘛要你呢 对不对 有什么事 我找中国就好了嘛 我跟你美国车 搞什么扯 对不对 我们也不是一天二晚 想打仗 那俄罗斯也没事了 那大家不就过日子吗 那我们已经受了伤害 要恢复啊 对不对 大家不想玩下去 其实现在欧洲不想玩 所以美国现在 真的应该要做的是 给他一个建议 他应该有这个智慧 应该要想到 怎么样呢 就停了 不要玩了 对不对 就像那个买股票 跌了 就抛了 止损跌 就不玩了 你别说我今天玩到底 玩到底最后 你拜登完蛋 美国也要跟着赔进去 美国这条卷入 你打到最后 你现在加码 加战机 加到最后 再加什么 美军嘛 美军就要进乌克兰打了 对不对 这类事情说我没兵 没武器 我或我的兵打光了 怎么办 叫别人出大家都不出 美国是不是要去了 就像当年越战 说我只出一万六 到最后五十万 拜登要清楚 这个前车之鉴 越战那时候他生了嘛 你不要说他不知道 对不对 没不知道也读过历史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他能不能做出决断 有这种 这种总统的这种 这种怎么讲 领导人的那种风范 就说 大是大非 现在既然输了 就认了这场 大戏没有花了将近五百亿 没有把普京搞定 挺丢人的嘛 对不对 认了 我呢 现在加入中国的 促和 对不对 跟着来了 对不对 到时候呢 我跟欧洲还可以维持一个关系 也不至于啊 最后被别原话 然后呢 你就慢慢慢慢 离开这个世界舞台的中心了 真的有这个危险 所以现在的这个拜登啊 真的应该请这个纽兰啊 这些副国务卿啊 放个长假 你们去放长假 放两年啊 没关系啊 未来两年呢 你就领薪水不要来上班了 你们一来呢 这个瞎缴获啊 这个事情越考越糟糕啊 这个 这个把这个普京拉下台呢 就就到此为止了 这个真的应该现在这样做 这才是明智之举啊 拜登啊 不要忘记 你是政治人物 将来的历史啊 会 会去回头看这段的时候 你的功与过 那都写得清清楚楚啊 对不对 不像说 我可以一手之二天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时代啊 这个以前是要那个 人家那个专门要人写这个史书嘛 那现在是不需要了 但是真的是要急流勇退 做出决定 因为看到现在的局势 已经啊 不再像过去那一般了 好吗 那当然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又到了周五啊 那在周末的两天呢 还有很多时间 欢迎各位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啊 那各位关心国际大事呢 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讨论 我也很乐意啊 在各位的留言当中 跟各位有很多的互动 好吗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 重新收看 在这里 关心国际大事 锁定经纬点评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 五月一号准时空中 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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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顺客